刚才那个单位的户型呢 大家如果还觉得是有点大的话 那么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单位呢 是249平米稍微比较小 但是同样的拥有这么高挑的空间 这样高挑的空间呢 在吉隆坡都是属于极少数的 在这么高挑的空间里面 你装修起来或者说运用这个空间的话 让整个空间更有层次感 看到8人的大饭桌放在这里 加上这整个稍微带有贵族英伦风的设计 这样的感觉整个房子非常的高贵 加上这里有一个中导台 这个中导台我说过很多次 中导台不单可以准备检查周纳空间 它还是一个很好的社交的好地方 看完了中导台也是西厨 我们必须还是要有中厨厨房 那这个中厨厨房比起刚才的那一套 稍微有点小 但是一样的移应计全 在这个中厨的这个位置呢 还有保姆房和独立的保姆卫生间 另外同样的也可以通过这扫户门离开单位 看完了功能区 我们看进区 进区的主节主卧 这个主卧的空间呢还是非常宽大的 加上了这个房子的特点呢 每个主卧都有自己的小路台 当这个玻璃打开的时候 让外面的自然风可以吹到这个空间 让整个空间的空气能够循环更加的流通 那这里的主卫呢也一样是全民的主卫 也有大尺寸的衣缸 还有干湿分离淋浴间 还有双台盆的设计 我们看一眼次卧 这个次卧的色调呢是比较沉稳的色调 这个空间呢估计家里有男孩的会喜欢 在这个空间里面呢也是有自己独立的卫生间 也是名位之外 还也是有一个小路台 那房子我们就看完了 今天我们看的这个项目呢 是吉隆坡使馆区里的新的大平成 而且有这种调高是非常少有了 那么如果说你们想买现房 已经装修好的单位 单价大约 如果说你们想做自己装修的话 那么选择空的单位 没有装修的单位呢 单价约 那剩下的单位其实并不多了 如果说您的孩子就读在 ISKL 国际学校的话 您住在这个项目里面呢是非常的合适 这里距离市中心只有区区的两公里就可以抵达基隆坡双子堂 那么生活方面呢是闹钟趋劲 在去到热闹的区域也非常方便 生活周围都有很多社区商场 可以供你们购买日常的用品 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说大家有想看什么样的房子 你们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会去拍给你们看 拜拜